大家好,我是小安,电热水壶不能用了,里面有东西能够致癌的,真的假的呀? 张大爷体质忧忡忡地问着跳舞的同伴,这还有假呀,不都说是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的吗? 这可是个权威机构,应该不会错的。 王大娘也是一脸苦嫩嫩说道,张大爷一听就着急了,赶紧回家要把厨房里的热水器全部都丢掉。 这一幕,让刚巧下班的儿子看到了,立马就阻止了大爷的这种行为。 大爷不懈地问道,权威专家都不让容的东西,还留着做什么呢? 孩子看着自己,父亲的样子特别的搞笑,就哭笑不得的说,合格的热水壶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劣质的才会对健康有影响,所以不用太惊慌,也不要恐吓。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大爷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其实,也不能怪大爷焦虑,自己一把年纪了,对于事情分辨信息真伪,需要找到真实性的源头,这样事真的是不再好。 其实,大爷这样的中老年人确实不少,所以想要清楚使用电水壶到底会不会诱发癌症,还需要从多方面的好好地分析,热水壶的历史可述到19世纪末,当时还属于新鲜的食物,只有很少的人家才有的。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热水壶不仅更小更轻,而且让水烧开得也比较快,但是呢,科技带的变利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有的热水壶为了轻巧,使用的材料不适合长期的高温,可能会有害健康,另外,水烧太久质量也不一定有保证。 不过,现在的热水壶,大多都通过国家的质检检测,只要选择了知名度高大,就基本没有问题,如果还觉得比较建议,可以定期地换热水壶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如何使用。 比方说,CMED的水壶,第一次水要倒掉,以确保清洁,每天不易让水在水壶里过长的时间,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一些前来的隐患。 再说,无论什么东西,过度了就不健康。 适用时用的热水壶,为生活添点暖意,这本身没有错,主要是我们自己如何保养,如何更加地使用好。 既然如此,还真没有必要去为安全问题过于紧张。 热水壶给我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也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只要自己小心利用就好。 电热水壶烧水真的会致癌吗? 很多人都关心,电热水壶烧的水是否真的健康。 网上流传着很多的关于电水壶的安全性的说法, 其中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大家也看到的这套信息。 电热水壶存在致癌因素,世界组织也呼吁大家停止使用电热水壶烧水。 而至于电热水壶烧的水究竟会不会致癌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说法比较多。 现有的一些观点认为,电热水壶在加二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导致水中的一些物质发生了化学环影,产生致癌的物质,如亚硝酸氨。 不过说到亚硝酸氨,相信对健康症是有很多的不会感到的感受。 这种感觉,已经被确问是引发病症的拽癌物质, 并且与多种的癌症发生有关。 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那就是,亚硝酸氨这种物质,不是为了电热水壶产生的。 如果烧开的水中还有亚硝酸氨, 那么这类物质可能不来源于电热水壶的加热, 而是我们的水中本来就有劣质水壶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淡热水壶都是由金属制作而成, 若是在悬购的时候,不幸买到了不达标的劣质金属产品, 那么其中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比如蒙。 其实蒙这种元素,康复食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正因为它有这方面的独特性。 虽然这种蒙元素是蒙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之一, 但对于人类来说,绝不能够扩度地使入。 若是长时间地引起了身体神经信号的传递, 并不会影响人体的正常代谢, 而且会麻痹大脑的神经, 严重者会中金属中毒, 但是电热水壶中,应用了它能够让人质爱这个说法, 却不是实际的, 那么蒙作为一种微量元素, 还没有那大的威力。 另外,电热水壶烧水, 水垢的残留你会注意到了吗? 这些水垢会有的漂浮在上面, 有的则会吸附于本身。 很多人看到水垢之后, 觉得它们加热出来的水比较脏, 这倒是一个有道理的。 但它们不是人们的理解那个样子。 因为水本身含有的钙离子、 铭离子, 当水被烧开之后, 温度急剧地上升, 有些物质便不容于水, 它们便以水垢的形式, 吸附在了湖壁上。 那么, 水垢与圣结石有关系吗? 水垢也称为是碱或者是水石, 水中的物质在加热过程中, 并沉积在内壁上, 形成了一层坚质物质。 水垢的主要成分, 碳酸钙的和美, 也含有含量的铁、 蒙。 水垢的形成, 与水质硬度相关。 所谓的水质硬度, 是指钙离子, 源于体积出处的土壤, 如石灰岩, 白云岩等等。 在加热的过程中, 水中的碳酸切胺, 在加热的过程中, 水中的碳酸氢钙, 碳酸氢酶, 会分解难容性的碳酸钙, 从而分析出 沉积在电热水壶内壁的加热管上。 形成水垢, 水温越高, 水垢生成速度越快, 所以水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会降低的。 二氧化碳, 与作用生成碳酸, 可以增加碳酸的溶解度。 当水被加热到沸点, 二氧化碳会逐渐地逐出, 导致了溶解下降。 所以电热水壶中的水供比较常见, 进入到人体之后, 大部分都被人体直接分解, 不能分解的那些, 会随着粪便从肠道直接排除。 而且水垢里的钙铃酸酸特别的有限, 不如达到了形成结石的冬度, 反倒是不爱喝水的人, 更容易胜结石。 对其关注水垢里的钙铃酸酸多不多, 倒不如多喝一点水, 它能够稀释药液中的矿物质。 不过有水垢的水通常味道都不太好, 而且水垢会影响电热水壶的加热效率和食用的速度。 水垢导热性比较差, 会降低传导性的速度。 延长烧水的时间增加耗电量, 厚厚的水垢能够堵塞加热管, 使温度过高, 加剧水垢的形成, 最后导致加热水管损害。 所以最好用全净水, 矿泉水, 或者是及时地清理垫水壶。 我们在健康科普上总能听到很多的谣言, 谣言传得多了, 几乎被人信以为真,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 看到什么说法大家不要尽量去相信, 而应该看看相关的知识辨别真假。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安, 我明天再见。